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2017年的12月15日 現在是晚上6點半左右 今天是我們的網路行銷懶人包 從2015年開始 到現在總共三年 將近三年的時間 我們這三年來一律都是以終身資格 終身會員的方式 來提供會員做報名 那今天呢 今天是最後一次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 今年的12月25日 我們大概在這10天的時間之內 做最後一次的招生 從今年之後 就是從明年開始 我們就會有期限 就不再推行終身會員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終身會員制 對我本身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蠻大的壓力 那終身會員就是 我今天只要活著的一天 我都必須提供顧問的服務 那顧問的服務呢 一般像這個 氣管公司在提供 公司很好的顧問服務 一年大概都是100萬左右 那可是呢 我的顧問服務一年只收20萬 那這個顧問服務就是 不管你什麼時候問 我都回答 但是呢 不是到府去回答 而是透過網路來回答 所以我的顧問服務不需要到100萬 只要20萬 可是呢 一般的顧問服務 一年100萬 這種顧問服務 是一年100萬 並不是終身 只要100萬 可是呢 我的一年20萬呢 卻提供了終身 只要20萬 但是呢 我提供的 航路行銷懶人包的會員 終身資格 其實 連20萬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有些 朋友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價格 我沒辦法接受 太貴了 那可能是因為你還沒有去 比較過真正的 顧問服務 是什麼樣子的 價格 所以你不知道這個 性價比 CP值是非常高的 好 如果你是一般的工作人士 或企業人士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這個氣管顧問公司 他們的收費方法 那所以你就知道我講的不是假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是希望 從明年開始 有期間的限制 有N年的限制 就是你付款一次 然後可能N年的資格限制 不再是終身了 那這個N年是多少呢 我現在還在考慮 大概是 明年我們 第一次招生的時候 我再來去定這個 N年到底是幾年的方案 那另外方面呢 我們不再推行 終身會員制的目的 是希望 可以提供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教學的 這個教材 因為目前教的這個內容 其實真的蠻多的 所以我說 這個性價比 CP值非常高 因為這個我相信 您可以去 比較一下市面上所有的課程 那這個價格 跟這麼多的內容 我相信 大家是有目共讀的 所以這三年來 已經超過了520個學員 一起加入這個懶人包學習的行列 那明年開始呢 其實我們還會增加一些 課程的內容 因為其實 現在我目前教這麼多東西 但還是沒有完全 全部的南瓜說 網路行銷東西 因為網路行銷範圍真的太廣了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些 蠻重要的東西 我還沒有去教 還沒有去提 可是呢 其實有很多同學已經 消化不良了 但是有些同學 他進度比較快的 他會覺得 他還想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也希望 一方面讓大家學新的東西 一方面讓我自己 可以 去push我自己 去督促我自己 去 學更多的東西 接下來呢 我講一講 2017年的 網路行銷真心化 第一 其實網路行銷的 技巧很多 譬如說 Email 他可以去偵測 你開了幾次的信啊 然後 針對 開幾次信的人 如果還沒有購買的話 他可能再給你一些 優惠券 促使你去購買 或者是像這個 臉書也在推機器人 這個 機器人自動去 成交客戶 自動去應答問題 或者是 LINE AT LINE AT 也提供這個機器人服務 那大家可以寫API 寫程式去應答 回覆這些問題 但是 講一下真心話 在你覺得 他可以自動 幫你做這些工作的同時 在前期 你必須要做好很多的設定 譬如說 一問一答 客戶要問什麼 你要回答什麼 這個在你前期 就必須花很多時間去設定 所以事實上 你 一開始你會覺得說 這個好方便喔 但是你可能會忽略掉 一開始你要設定的東西 是這麼的多 那你說 沒關係 我設定好了之後 就一老容易啦 事實上 依照 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很早 大概 大概2010年 到78年前 就已經開始在 做這個 跟進信件 Email的 這個設定 剛開始你會 設定很辛苦 然後你會覺得 一老容易 但是 我的經驗是 之後你還是要修改的 那修改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隔一段時間 沒有去做修改 所以你已經忘記了 當初怎麼去做這些設定 所以到時候 你要修改的 那個 那個時間點 你會覺得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又要再學一次 之前你學的那麼多東西 還有那麼多的設定 所以你會花很多時間 去做 那如果呢 到了第二次要修改 或第三次要修改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狀況 你會覺得 好累喔 我好不想要再去修改了 問題是 你不能不改啊 因為你之前寫的文案已經過時啊 或者是奇效已經過了 所以你不能不改 那到最後呢 你可能就把他全部都刪掉了 算了 我不要用自動化了 我不要用機器人了 這是我自己遇到的問題 如果你使用到了 一年兩年三年五年之後 可能你就會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搞不好你幾個月你就會有感覺了 那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網路行用懶人包的 會員資格會一直調漲 這個剛剛我們最前面已經講過了 其實我是定義在 一年二十萬 一年二十萬 但是呢 因為透過網路的方便 網路工具 去溝通的方便 所以 我就 提供了 終身服務的方式 所以才會用 二十萬 但是 沒有時間限制 而且呢 我在這個 每個 每次招生的時候呢 其實都不是用二十萬去招生的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連二十萬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 物超所值嘛 那既然我的標準是二十萬的話 我並不是每個月在調漲 我只是每個月 趨近於二十萬 往二十萬賣進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剛開始 價格很低低低的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調回原本二十萬 所以將來有一天是真的會到二十萬的 只是 現在還在那個 起步的階段 所以如果還不到二十萬 然後你現在在當下已經認識了牛奶爸 那很恭喜你 我們有緣份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不到二十萬的價格 去加入這個網路行用懶人包的會員資格 第三個 許多人問到的 問題 就是 為什麼我都不跟其他人合作 或者是 不去做其他 行業 跟別人合作的一些產業 譬如說 做組織行銷 做傳直銷 做什麼 投資事業等等 因為 你看看 我這個 我連 我連大陸的這個牛奶爸 三個字的商標都註冊下來了 所以 台灣的當然就不用講了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 其實因為我當初在三年前要做網路行用懶人包的時候 我就已經打定了主意我要做一輩子 一直做到我退休為止 退而不休 退休 退而不休 我要做到我 退休為止 就是 我希望這個牛奶爸的名字 跟我做這個教育事業 因為我本名叫劉芳玉 萬古 劉芳 教育事業 所以 我本人的名字 從小出生 我沒有改過名字 就是這個名字 然後呢 我喜歡做這個教學工作 那我希望呢 這個工作 長長久久 如果今天又做了其他事業的話 我保證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完全專注在 這個領域裡面 那我就沒有辦法去承諾你這個終身服務的資格 好 這個就是 2017網路行銷真心化的三點最多人問到的問題 好 最後我要老實告訴你 我這三年裡面用到最多的行銷方式 其實 只有 Light at群發 然後呢 YouTube影片 上傳 然後呢 臉書的廣告 還有呢 部落格每個禮拜可以寫篇文章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沒有用太多的 行銷工具 沒有太多行銷工具 就是 用這 用這四個方法 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 但是呢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所以我就每天 網路行銷八點檔 就每天 發一段發一段 當然我會去看文章 跟這個網路行銷領域相關的東西 那我就會 有感覺 配合到我 以前的經驗 那我就會把它 寫一點 寫一點寫一點 那這個Light at群發 一篇群發文章的文字 一則 一則訊息不能超過500字 所以你會常常發現 我寫的訊息都在500字以內 那有時候呢 是寫不下 我就會把它寫在 Blog裡面 然後我才會把 Blog連結 放在這個 群發 Light at 八點檔 群發的 網址 把它插在裡面 讓你們去點擊之後 可以看到完整的文章 那個是超過500字的方法 那所以 我這三年來的行銷方式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只要把這些我比較常用的行銷方式的這些電腦工具軟體 學會了 然後呢 其他的就是創意的發想 那你可以跟我討論 我們在群組裡面有 一兩百個人 你可以在裡面發言 常常都有人在裡面問問題 所以 這個終身顧問的服務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線上才沒有距離 今天如果你要面對面才能夠提問的話 那效率就大達折扣了 所以2017年的年底 這最後一次的網絡型號懶人包 終身會員資格 請你趕快把握機會 我們 明年再見 拜拜 謝謝 請你 按十 If you like 我請在這裡 我可以對此 我可以對你的 我可以來 不要亂用 我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